再来 人往生了要做妻 听说只能拜饭菜 不能拜汤 听说汤水的水 听说 说会烫到水 佛经没说 佛经说一定要一大碗水 一大碗饭 每次超度的水跟饭要大碗 因为这众生需要的 所以我想各位女孩子要多听佛法 所以在家人也有三种具足 那也叫戒具足 布施具足 多文具足 不然的话你就听人家说你就改变了 就像我们有一位大居士 很喜欢去帮我在湖墓做烟供 以前我们做完烟供以后 他拿去湖墓他负责照顾 他发喜充满 后来他碰到一个朋友 就带他去问一个什么通灵人 他说 你不要去忘了 你家都跪了 如何如何 他就跑来说师父以后我不来了 他说我家都是鬼 那没办法 这个也不能怪对方 还因缘到了业障来 碰到恶友 对不对 影响他的信心 所以基本上没这个问题 因为大悲无所谓 对不对 你帮助越多 就算他求你帮助 这也是我们本来要做的工作 就是希望对他们好 就算有一点点困扰也不会怎么样 而且会消更大的重业 所以汤啊水啊饭啊都放 谢谢 谢谢